想做出獨一無二的美甲嗎? 文青峰 泥灰刷色款 適合有個性的你 文青峰 泥灰刷色 憑音秋 Noble 尾閚石 音樂 是否有時候會不小心把凝膠筆用到分岔而無法收尖呢? 先不急着把这些笔丢掉 有些造型反而是要利用这些分岔无法收间的笔 可以创造出独一无二 而且非常有个性的凝胶款式 首先我们要先上一层砂糖胶 一样取胶量以两层饱和为主 因为砂糖胶里面有一些不规则的亮片在里面 我们上色灶灯之前呢 先把亮片均匀的分布 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就可以进行灶灯30秒时期固化 好 我们可以再上第二层的砂糖胶 我们一样把亮片调整到自己喜欢的位置 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的灶灯 我们接着要使用贴纸来提升作品的层次感 但在用贴纸之前 我们需要上一层薄薄的建构胶 让贴纸贴上去可以更服帖而且更好看 不需要做厚度 整平就可以了 确定凹凸的甲面变得比较稍微平整之后 就可以照灯60秒 但是在贴贴纸之前 我们需要使用无棉絮的洗甲棉片 沾取凝胶清洁剂 来做一个湿除胶的动作 去除指甲上的多余残胶 让贴纸可以更紧密地 服贴地抓住指甲的表面 这是今天准备使用的贴纸 取下贴纸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贴在指甲上面 使用后面的橡胶将贴纸完全密合 接着我们要使用建构胶 建议可以做一个厚度 做完厚度之后 那就可以请客人照灯 我们照灯60秒使其完整固化 固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上层凝胶 不需要做厚度 上完没有异胶之后 可以请客人照灯60秒 接着我们最后就拿模板 来做一个收尾的动作 收尾完毕之后 我们的文清风 你会刷色款式 其中一个颜色 就已经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做 第二个颜色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上砂糖胶 砂糖胶因为本身里面具有亮片 建议可以将亮片均匀地分布 操作完毕 请客人照灯30秒 接着我们要来上 第二层的砂糖胶 亮片均匀调整分布之后 就可以找灯30秒 接着我们就要使用笔毛分岔的笔 来做出特殊效果了 沾取一些金属胶 第一层刷色就这样完成 为了提升它的层次感 我们还要进行第二次的刷色 洗完笔之后 我们可以沾不同颜色的金属胶 做一个点缀 笔尖分岔的刷刷笔 因为它无法收尖 但它反而可以做出 细致线条的特殊造型 随性地刷出一些纸条纹 完成之后 就请客人照灯30秒 金属胶固化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再用砂糖胶 融入凝胶指甲里面 接着使用凝胶笔 将色块附近的界线给拍散 请客人照灯30秒以求完全固化 因为砂糖胶是具有颗粒感的色胶 我们要用建构胶 将假面整平 整平之后 就可以请客人照灯30秒 为了使贴纸更牢固 我们可以使用无棉续棉片洗甲棉 沾取凝胶清洁液 做一个除胶的动作 除胶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美甲贴纸 将贴纸压平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用建构胶 薄上一层 我们就可以请客人照灯 为了营造指甲文清的感觉 因此我们可以写一些 比较文清的字体 确认字体呈现自己想要的状况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照灯的动作 布画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建构胶 做厚度 让指甲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照灯 照灯60秒 我们就可以使用上层凝胶 上完上层凝胶之后 我们就可以请客人照灯60秒 使其完整固化 如果客人希望指甲上面有一些立体感 我们可以使用石膏胶 石膏胶里面加有颗粒 因此会造成一些凹凸的感觉 照灯30秒之后 就完成了我们文清风灰泥刷色的款式 各位我们所有的美甲用具都不急着丢哦 只要搭配适合的胶体 选用适合的工具 就可以提升指甲作品的款式 层次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